大家好 這次我做了明橋會一座G-SUS的圖案 這不是一個室內設計 只是一個簡單的Furniture Test 試試把傢俱放進單位 看看能不能放進去 首先我下載了樓書 找到一樓G-SUS的Floor Plan 就是這個 開始的時候 畫了之後 就做了一個清水房 看看 就是這個 它有露台 有一間房 有一個客飯廳連廚房的空間 還有廁所 這個圖案裡面 包含了一個洗手盆 還有一個廚櫃 還有一個爐 的設備 在這裡 這個就是廁所 有洗手盆 座廁 以及這個應該是 林族間 看看3D後果 我 然後就看看一個 我的設計 就是叫做 沒有洗衣機 對 因為現在有些 自助乾洗的店 衣服可以拿在那裡洗 就不用站在那裡洗 以及浪 很麻煩 那 所以呢 我沒有放過洗衣機 因為沒有放就顯得寬落一點 因為這些是屍樓 我覺得大家要住得夠為要 有些 不可以經常做家務 做得有閒一點的生活 所以呢 不用洗衣服 拿去給別人洗 那 那裡面什麼傢俬 有沙發 有餐桌 和連四張椅子 那我就 那有些廚櫃在上面 是在那個 爐頭對上的位置 洗手盆對上的位置 然後就 洗衣機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就是雙人床 然後連兩個很大的衣櫃 還有一個床頭櫃 那這個就是一個 淋浴間來的 那就是 洗手盆和座廁 那看看那個後果是怎樣 好先 那我 又轉一個圈 大家 慢慢欣賞一下 那如果這樣放 其實空間都挺夠的 那坐著看電視 那吃飯就這裡 那雪櫃就放在這個位置 那那那些儲物空間 就應該在房間裡面 那兩個衣櫃 或者是廚櫃 這些廚櫃那裡 然後呢 另外一個呢 就是 是有洗衣機的 有雪櫃 洗衣機這裡 但是雪櫃放在這個位置 那這個位置給他一些騎 但是呢 就 會 就是 會 都算是好用的 那個 空間來說 都是 不過這個位置 就不知道怎樣插電 不知道 不知道這個位置有沒有插素 沒有 可能要做 就是加都不做 那看一看的效果是怎樣 先 其實都是大動主機 就是 對 那個單位都不是特別大 所以呢 那放都 沒什麼辦法 但很怪 在房門口旁邊的雪櫃 對 還是不是很好 那 那現在的名橋會正在建 那應該都是一手的單位 那 那 那一手單位呢 就會有些東西送的 那 那 其實呢 這個 一手單位呢 是會送 還有呢 洗衣乾衣機的 還有呢 就是 雪櫃 那 那 除了這兩件大電器之外 應該 還有 包括 微波爐 抽油煙機 還有 還有一個 電池爐的 對了 那我們進去看看這個 設計先 那 我就預計那個雪櫃呢 應該放在這個位 而 門旁邊這個位 應該是放洗衣機的 那 它應該還有一些廚櫃 那 上面有抽油煙機啊 微波爐啊 那 那個電池爐應該在這個位 那 那 因為雪櫃放在這個位 所以餐櫃要移過一點 那 最終呢 那個放電視的位 就要縮小了 那但是都OK的 應該都 那 那 那坐在那裡也看到電視的 那 那我們看看效果如何 我又轉了一個影片 給大家慢慢 欣賞一下 那 其實都OK的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那 你們 快點 發自 您 那 可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